這是我採收新鮮的金斬花金斬菊的花瓣 把它弄散開在這個小竹樓裡面 放進冰箱低溫乾燥 已經超過一個星期了 你看它都已經乾掉了 本來是很大一個竹樓 然後乾掉後縮水很多 所以說農產品都是得來不易 利利皆辛苦 那你看它現在已經完全乾掉了 那像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保存比較久 那你可以想要泡茶的時候 拿來泡茶跟其他的香草 混合在一起泡茶 或者是泡在油裡面 那這個油你就可以做成是潤膚油啊 或是再加一些風蠟 變成一些潤膚的香膏 那我現在就要把它拿來泡油 我準備了一個這個空瓶 那我要把金斬花的花瓣 乾燥花瓣放進去 那記得因為我們是要泡油 要用乾燥的花 如果你用新鮮的花 那泡的話可能就是 因為有水分在 這樣子是不好的 那要用這樣乾燥的 這樣油才能夠滲透在這裡面 然後把它的一些營養價值融出來 就像這樣子 剩下的不要浪費 看起來好像只有一小瓶 但是我真的是摘了至少二三十朵花 才有這樣子一點點的量 那你油的話會看你後續 你那個潤膚油 或是你的後續產品 想要什麼油瓶 我會選的那種比較清爽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那個沒有什麼異味 沒有什麼特別味道的這種油 是我比較喜歡使用的 是我比較喜歡使用的 其實很漂亮耶 我們看一下 先蓋起來幫你插豆 像這樣子 你看 哇 說真的耶 我覺得它好漂亮喔 那我記得看一下歐洲的照片 他們會把這樣子放在陽光下 讓太陽的能量 賦予它更多的力量 我就學歐洲人把它放在窗戶邊的陽光下 讓太陽的能量來轉化它 要蓋蓋子啊 但是因為剛剛讓它透光 所以我把蓋子先拿起來 等一下會蓋回去 金銀剔透 哇 浸泡在葵花油一天後啊 哇你看這個油開始有一點點 那個橘色了喔 經過一段時間 我這個金斬花的浸泡油都用掉一半了 我都做什麼用途 我把它拿來做潤膚膏 那今天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像這邊 我今天要來做五瓶 那我用鐵罐 我覺得這個有復古感覺 而且它很精巧 它不會像塑膠罐那麼厚 或玻璃罐那麼厚 它扎扎實實的 好 那這一個大概是12mol 所以說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油 用風蠟來做凝固的話 大概是5比1 好 那這樣的話這邊就是 乘以10就是60對不對 60mol就50mol的油 跟10克的風蠟 現在要加入50克的 這個金斬花浸泡油 大概51接近了 然後再來我們要隔水加熱之後 再放風蠟進去 因為風蠟需要大概一些溫度 它才會融化掉 才能夠讓我們的油跟風蠟 融合在一起之後 在還沒有冷卻之前 放進我們的這個罐子裡面 好 我現在要隔水加熱 準備把它放下去 然後你可以折一下 因為太大塊的話 它融化比較慢 這樣子 折小塊 好像在弄巧克力喔 那這個風蠟的話 你可以到化工材料行買 或是找蜂農 因為這是養蜂的時候 會有的一個副產品 用攪拌棒 或是鋼塊 這樣子 輔助它 讓它均勻的融化 那我們這樣攪拌之後 你發現你看這個風蠟已經快要融化完了 那除了這個金盞花浸泡油的這個護膚 修復的效果之外 我們也可以追加一些精油 增加它的香氣 那像我之前有用玫瑰草 我今天要用的是薰衣草精油 那這樣子就等於說 你在塗在皮膚保養的時候 就有薰衣草舒服的香氣 當它已經幾乎要融化完的時候 就可以準備要低精油了 因為這樣子餘溫 已經可以讓這些風蠟繼續融化掉了 我這瓶精油快用完了 我就把它全部加進去 就這些而已 因為我們主要是金盞花的這些有效的功能 加上薰衣草的香氣 其實它不會非常快就固定了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吸吸就趕快倒 慢慢倒 萬一真的又凝固 再來加熱一次就又軟掉了 所以要優雅一點 那裡面有花瓣啊 你可以把它這樣子夾起來 先放在這個鐵罐上 因為花瓣在倒的時候 有時候會妨礙到流體 所以我們把它先夾起來也可以 再慢慢的把它補滿補到大家都一樣 一會時間就會變成像這樣凝固了 這個是之前做的玫瑰草的香味 隨著時間經過才幾分鐘 它本來是完全透明的 現在已經開始看起來像 那個混濁的乳狀的感覺了 輕輕鬆鬆這樣就做好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啊 歡迎你按讚分享我的影片 掰掰